問小米,18元成本價,她說什麼位置可以再買 剛才想一下自己為什麼要再買 你現在跌了那麼多,你對公司 小米是的,有一群粉絲 如果你純粹很喜歡小米任何產品 其實我覺得它的產品是OK的 在外形上 那就要想一下信不信自己 在外形上,不是外形上 你覺得OK是否你全部 所有家電、所有手機產品都是用小米 我們經常在想,這些是典型品牌股 為什麼美股蘋果這麼厲害 真的很多人用 你小米現在都很多人用的 但問題就是你繼續投資這個品牌下去 你正在想這一點 但是18元跌下來 我們通常跌下來 當然想做風險滿利 我們要說 但是我覺得以目前的市況來說 市況現在不是盲目地跌下來 很多東西,譬如你看小米上面 我們指數剛剛也是討論 兩萬點修裂後 但是還沒穿底 小米已經在穿底 即是已經是一些跑輸大市的股份 你跑輸大市的股份 不會無緣無故的 不會因為很多大戶之前有貨 要估它 一定不是這些東西 你講過去這一個月 小米或者過去這兩三個月 小米有很多風險因素 由你18元拿到現在 當之前18元不是拿了很久 一月初 你想想這段時間 你面對越來越多風險因素 你沒事了 俄羅斯出事 講小米 也有很多俄羅斯的股份 有不少的手機 賣到俄羅斯上面 六部的貶值 或者甚至 會不會未來 面臨著制裁風險等等 這些是一些未知之數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風險因素 你沒事了 第二方面 現在整個手機 相關板塊都是差的 因為缺乏零部件供應 是不是要去到第一季 出業績出現有問題的時候 你才肯認稅 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突然間還要去交易 就要想一下自己 究竟對這間公司 幾有信心 是不是覺得這些風險因素 可以完全沒事了 我一定覺得不是的 所以我以往 不會主張人家18元 或者這段時間 就是買燒賣 但是問題是你也拼了 去到這些狀況 以往我們說 穿了位置 11元也守不住 即是有機會守不住 而之前的低位都穿了 應該止蝕的 沒錯 其實我會推薦止蝕 我寧願說 可能之前蝕之後打 都比麻木再插下去 即是一旦再穿下去 見到10元那些位置 真的有點值得 但問題是我們說 過了一個月 很多股份 真的會穿完位置後打 我記得上個禮拜 還是前個禮拜 之前有一次跟你說 長城汽車出了很差的銷售數據 當時股價也是穿壞 我也會主張止蝕 但是股價當然 見到低位之後 彈了一點點 定士那麼多左右 你止蝕當然會心想 如果沒有走到 你會覺得自己彈了1元左右 但駕下去也未必等於贏 所以道理會類似上次 我其實小賣這些 我真是主張自己一切 這7元就是一個教訓 你純粹當上一堂 股票市場的運作就會是這樣 相反地你下下盲目 四渣難渣的時候 好運的 你拿著真正在很優質的股份上面 是的 沒問題 但問題小賣就是 我自己第一方面 對品牌有戒心 第二方面就是 現在市場有 今年涉及的風險因素 供應鏈問題 烏和那些問題 就是它集合風險因素於藥室 當它都能彈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東西都能彈到很多 你甚至要駁它出現報復式反彈 是很難很難的事 所以你混貨有個好處 是平均成本會落低 但我會有個問題 你能夠追求多少 你可以把平均成本拉到多少 如果你可以把平均成本拉到很低很低 12元 算是彈到12元走 你又可以想的 但是你拉到這麼大注 這樣加下去的時候 跌多5毫字你都更加上 所以在實際狀況 我們不會主張這樣扣貨 剩下破壞的股份 只要就要小心點 11元 11元穿上去便離開 不要強硬地爭取 好 Arnold也建議 其實想買貨的可能有其他選擇 好 我們聊一聊 你要買就要多些原因 不要因為股價跌得很差 你就去買 這個道理就像剛剛說的招行 整個動作一定是負意義的 你永遠在股價跌得很殘 穿了位的時候去搏 這段時間 的確這個月很多時候 就要說穿位 那些東西會彈 但問題 這個月是這樣 股票運了十幾年的時候 如果你下下穿位 就去搏的時候 這個就是長線來講 Expected Value 這些因素就會反映出來 所以小米你要去買 要去交注 我想你要多些因素 說服自己 不要因為股價跌得很殘 你打算就差不多 上市那段時間 IPO幾年前都殘過了 現在只不過還原基本步 所以短線來講 小米的股值 我覺得是OK的 十多倍 便宜了 但太多風險因素了 可能會有盈利倒退狀況 起碼出現業績之後 才會有天然的想法